几个女孩就那样静静地等待着飞驰的列车 女孩悄悄吐露自己的内心情话 翠花就那样静静地听着等待着她的心愫 在这个一见钟情的时代 翠花热烈的内心早已缘的冷冰冰 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 那是暑假的一天 翠花看到了班级群赖出车祸的消息 那一行行可怕的文字击垮了翠花的心 三天前的残酷离别竟莫名成了永别 葬礼上翠花一度无法出生 后来的日子里赖得突然离世 仿佛成了这帮学生口子的谈资 亲密的言语时时刻刻发生着 成了击败翠花的最后一根闹草 到与黄头的楼顶 翠花就那样一个人悄悄地站着 她不忍相信 身边再也没有那个幽默的她了 不久以后的学校 跟赖过于亲密的翠花 仿佛成了这个班级的异类 各种的传言流言蜚语 塞满了这个小团体 唯有翠花一直觉得烂没有走 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这 可人言可畏 翠花怒了 把花瓶里的水 只是说倒在她的头上 那是一种愤怒 更是一种抗争 代理则则是 翠花彻底被这个班级孤立了 没有朋友 没有希望 剩下的 只有她自己 孤独的心 好